中共病毒傳播世界 迫使各國重新審視與中共政府的關係 美國也不例外 那麼美國疫情與中共 到底有怎樣的關係呢 來看分析報導 截至4月20日 美國超過77萬人確診感染了中共病毒 紐約州市中災區 確診人數超過25萬 死亡1萬8千多人 其中 紐約市市中災區的鎮央 超過14萬人確診 1萬4千多人死亡 醫院是不堪重負 企業倒閉 過去熙熙攘攘的時代廣場 如今是空曠淒涼 那麼為什麼紐約的疫情如此嚴重 紐約與中共是怎樣的關係呢 讓我們先從華爾街開始說起 美國前海軍部長理查德·斯賓塞 去年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中 這樣描述美國的養老金政策 想想吧 當漫長的職業生涯結束後 你卻發現 這些年來的積蓄 都用來資助美國的敵人 去研發先進的武器系統了 斯賓塞指的是節儉儲蓄計劃 一向針對美國議員 白宮雇員和軍隊的養老金政策 監督該基金的董事會已經決定 將參照明盛公司的新興市場指數 把美國政府雇員的退休儲蓄 投資到一些新興市場的股市 明盛的總部位於紐約 是世界最大的股價指數編制公司 去年11月 明盛公司又把中國A股市場 在全球指標指數中的權重 從5%提高到20% 可能會使800億美元的資金流向中國市場 明盛的全球指數及其分項指數 包括以下的中國公司 中航科工 該公司的主要股東是中共軍隊 武器研發商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其子公司因為協助伊朗開發導彈 受到美國政府的制裁 杭州海康威市 該公司42%的股份由中共官方持有 並為拘留數百萬維吾爾人的新疆集中營 提供監控設備 中興通訊 一家違反美國制裁 向伊朗和朝鮮出售產品的電信巨頭 被指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 中國騰訊 它旗下的微信 被指協助中共政權監控異議人士 特別是在這次疫情期間 壓制了曝光疫情真相的人 總部位於美國的非引力機構 公民力量正在以壓制疫情相關的關鍵信息 致使世界處於黑暗和毫無準備狀態為由 起訴微信 公民力量表示 已有成百上千的海外微信用戶 報名參與這集體訴訟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馬可魯比奧 和民主黨參議員珍妮沙欣 曾提出一項法案 敦促聯邦雇員退休基金管理機構 撤回對中資企業的投資 眾議院也提出類似的法案 《華爾街日報》報導 中共政權向民盛施壓 威脅削減民盛在中國的業務 這影響了民盛的決定 報導還說中共政權對民盛的影響 使該公司的獨立性受到質疑 過去幾十年 美國的政商界精英曾經幻想 如果讓更多的資金流入中國 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後 中共也許會融入普世價值和國際秩序 疫情全球擴散 而紐約也最終成為了重災區 正式受到質疑 這次會被腐散 核心設立即是 所以會被腐散 所以會被腐散 在學生的投資